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兔年说兔 龙年说龙 到今年猪年了 没人说了 好像我的印象当中 猪在人脑子里边就好像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形象 包括它历史的传说呀 包括现实当中一些调侃啊 一些这个俏皮画啊 好像都不太好 今天咱们不妨呢 春晚不聊 咱们聊一聊猪 咱们就在猪年说说猪 猪的形象好像老给人一种懒惰呀 笨啊 蠢啊 就这种感觉 其实不然 我觉得从历史到现在 猪一直在蒙受着一种不白之冤 我查了一些资料啊 据科学家分析 研究 中国人在上古时期 在没有出现龙的图腾崇拜之前 人们崇拜的就是猪 猪的图腾 明朝 明朝的晚期 有一种龙的形象 哎 这个龙的鼻子是猪鼻子 专门有出土的玉剑 叫做猪鼻龙嘛 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出土文物 叫猪鼻龙 包括咱们一个时代之前 红山文化那个时代 专门就有猪龙 那个整个龙的形象实际上就是个猪 所以呢 猪也是咱们中国人最早驯化的家畜 所以他 我可以说 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 猪是深入人心的 各位想一想 家字怎么写 家字 你这 我会写 家字一个宝盖 底下一个那么写 实际上那个字念 屎 一个宝盖 底下一个屎 屎是什么 不是那个屎啊 屎 字面上这个讲 您插字典 这个字就是猪的意思 所以说你分析这个字 咱就明白了 只要有猪的地方称其为家 所以您说 这个猪在人心目中的概念 它已经倒融入在中国的文字里边了 有猪的地方才称其为家 所以呢 我觉得猪一直在蒙受着不白之缘 现代科技也可以咱们聊一聊 跟猪也有很大的关系 据科学家分析啊 好像猪的DNA跟人的DNA是最像的 特别特别像 包括医学家开始研究的时候 就说人如果得了病 心脏得了病 要换心脏 要换某种器官 他们最先考虑的就是用猪的心脏来给人移植 因为DNA太相近了嘛 所以他可能把猪的心脏移植在人的身体上 他的排斥反应可能相对要更小 因为什么呢 还有一些饮食习惯啊 包括各个方面 猪好像跟人还都特别像 你包括饮食 人吃什么猪就可以吃什么 对吧 包括现在有些养猪的农村的 都是喂的东西都是人吃剩下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喂剩的喂干水 什么叫干水 就是人吃剩的搁在那给猪吃嘛 所以他饮食习惯和人接近 再有住房 人住的是房子 猪呢住的是猪圈 但是您琢磨啊 这个猪圈跟人的房子是很相似的 它也是房子的那么的类型 对吧 就是说那个外边还有一个小院 有露天的 有室内的 所以说住房跟人也相似 猪呢不是像咱们想象的 实际上猪圈里边又脏又臭 大伙一提猪圈就比较烦 那是人给它营造的一个生存环境 实际上猪是很爱干净的 猪本身是一个非常好干净的一种动物 你现在有的朋友就自己在家养猪嘛 包括我就养过 我就深有体会 那时候逛市场看见 哎呀小香猪不错 哎呀这挺有意思的 买回家养着去嘛 反正也长不大 这十几斤就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过来养着多好玩啊 哎结果呢 咱们没了解一情况 这小香猪呢 是呆萌呆萌的 体型也不大 但是这东西不能让它吃饱了 哎你要控制它的饮食 它老这么大 你要让它吃饱了 这反正也长 哎我拿回来 我哪舍得不让它吃饱了啊 哼到家使水吧 赐料吧 就家里吃什么也给吧 哎呦 没过多少日子 这一百八十多斤了 好家伙 这家里它实在没法养了 你说猪 是挺好干净的 给它地上铺个毯子 就跟狗似的嘛 弄个大的那个那个窝呀 让它 哎呦它也在里边 而且跟人也很亲 亲和力也很强 确实智商挺高 你叫它呀 它的反应啊 包括你训它玩一些什么东西啊 学的也都挺快 非常非常好 但是您想想 这猪长到一百八十多斤了 它这排泄 你这受不了 对吗 你这咱们还得上个厕所呢 它指的在屋子里实在是不行 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 就因为这个 我才把它送到马场 给了它一个养狗的地方 干干净净的 铺上什么东西 哎 它就舒舒服服的 能让它享受享受 这家里就实在养不了了 但是通过养猪的这段时间 我觉得也确实 猪是这样 智商高 而且好干净 跟人的亲和力也强 关键呢 这个小猪啊 您想想 它跟人类还有一个比较相似的地方 就是它的皮肤的质感 跟人类差不多 我说不是一样啊 是相似 你想想那小猪刚生出来 包括现在那小香猪 白白嫩嫩的 是吧 粉白粉白的皮肤质感 这是不是跟人挺相似 所以我觉得猪跟人的关系啊 很近 尤其是我相信科学家说的 这DNA的这个事 这可不是胡说八道 这个真是有记载的 如果DNA方面都能跟人大致相似的话 那么它跟人的关系 肯定不会太远 另外我再说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故事 西游记 大家都熟悉吧 那是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啊 一说大家都知道 大家回想一下那里边的情节 是吧 这主要人物 唐僧 孙猴 八戒 沙僧 还有一个白龙马 我觉得这个故事已经把猪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了 您想想 您想想这些人物里边 那就是一个神 一个猴 一个猪 一个人 一个马 那剩下都是妖精 对吧 而且最后这些人物都已经成佛了 都修成正果了 成佛了 尤其是八戒 朱刚烈 最后封的是净坛使者 什么叫净坛使者 开始封他这个净坛使者的时候 这个书里边写 他还不太满意 都是什么成佛了 孙悟空斗战圣佛 这个佛 那个佛 封他一净坛使者 不太满意 他就问着悟空说 什么叫净坛使者 这差事是干嘛的 后来佛族给解释 净坛使者 就是所有上贡的东西 都由他来打扫 都由他来吃 这他一听这个高兴了 就愿意了 尽快的就复职了 这就 这可不是净坛使者 说撤下来的贡品 这可跟咱们平常这个 撤下来就干水了 这个概念可不一样 那上贡的东西可是好东西 就一直以来 这个谁上贡 有的时候还给我这送点 说这给孩子吃吧 这是贡品 撤下来的这是桃 这苹果呀 什么水果之类的点心呀 说这叫贡尖 给孩子吃特别好 某种寓意呀 带着什么某种东西呀 能够给孩子一种祝福 这是贡尖专门给送礼用的 你想想八戒成了这敬坛使者以后 他得吃多少好东西 我记着在八几年 八几年那时候西游记刚刚拍成电视剧 风靡全国呀 大家伙全都看 包括到现在 寒暑假呀什么的 这个第一版的西游记还在重复播放 孩子们还是爱看 不但孩子大人也爱看 影视圈做过一个统计 在那时候播放这个西游记的时候 西游记里边的所有的人物 唐僧 孙悟空 猪八戒 沙和尚 包括白龙马 大家喜爱程度最高的 实际上是猪八戒 尤其是女孩们喜欢八戒这个形象 后来他们就分析 做过调查的这个结果呀 说为什么喜欢猪八戒呢 尤其是女孩怎么那么喜欢猪八戒呢 这个调查结果上了以后 大家很吃惊 说这猪八戒呀 特别特别符合这个 模范老公的这么个形象 这个猪的形象怎么会 符合这老公形象呢 而且还是个好老公 人分析的有道理 这不是八戒的形象啊 说老公这个得过一辈子 他不是说找一小帅哥天天看脸就能过一辈子的 对吧 他主要是性格好 长得呢 过得去就得了 这性格怎么个好呢 这性格基本上就跟猪八戒差不多 你想啊 猪八戒就虽然吧 有点懒 有点笨 有点馋 但是这都不是大毛病 这好的地方 他真能干活的时候 他不犀利啊 你像他在高老庄 给那个高原外 高小姐家里干活的时候 那这一说起来 这几亩地几亩地 拿鼻子一拱 半天就干完了 那是绝对不犀利的 所以你要是居家过日子 有这么一不犀利的老公 该干什么干什么 家里活都不耽误 这多好 我老猪来了 我老猪在这有礼了 是吧 第二点 猪八戒可能是有色心 但是呢 他最关键的一点 他咱们现在说 叫色大胆小啊 老怕人发现 而且只限于有点色心 对吧 胆子小 这媳妇一说 马上就回家了 低了这耳朵 这个他也不反抗 只要谁一戳穿 他马上就挺害羞 甭管是一点想法什么的 就就就就 还挺不好意思 所以说他不惹事 这是一点 再有一个呢 猪八戒是练家 这个形象 我觉得是所有的 当老公的 最好的一点 不管走到哪 老想着家 十万八千里 西天取经 这一道上 就想要回高老庄 甭管遇点什么事 就想要回高老庄 过他那小日子去 所以这三点综合起来 他确实是一个 居家过日子的 好男人形象 女孩们喜欢他 就一点都不为过呀 这一点都不奇怪呀 虽然人在生活当中 给了猪 那么多的不公平的待遇啊 但是 为什么 猪的形象又深入人心 包括从古代猪的图腾 一直到传说 一直到典故 各方面 猪的形象 在人心目当中 占有这么重要的位置 我觉得啊 好像猪的这种思维 这种感觉 也确实符合 咱们中国人的 某种理念 怎么呢 你想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嘛 对吧 咱们都是农民 那么农民的观念 是什么呢 大部分就是 咱们说的 两母地 一头牛 孩子老婆 热炕头 这么一种知足常乐的 这么一种观念 我觉得这挺好 所以猪才能够 在人们心目当中 有这么大的位置 是吧 再者说了 猪并不全是 咱们说的那种 负面的那种东西 它也有好的预知啊 对吧 它也有好的这个说法呀 您比如我说一个 叫猪笔提名 那怎么叫猪笔提名呢 就是以前考试 考好了 约卷老师 把这卷子中了什么 状元了 中了炭花了 榜眼了 对吧 考头几名了 这叫猪笔提名 现在咱们考试也是 有的家里说 孩子明天高考 给这头天给炖俩猪蹄吧 干嘛非炖猪蹄啊 这猪蹄的这个猪和那猪笔 以前判卷不是用猪笔吗 红色的毛笔吗 对吧 站着猪纱来判卷 红色的 这个猪纱的猪和猪蹄的这个猪 谐音 这提呢 这猪笔提名的这个提呢 实际上是考题的提 是提名的提 但是又和猪蹄的提 这个提 又谐音 所以说呢 这又是一个好的彩头吗 猪笔提名 顿俩猪蹄吃 预示着 明天考试 能够不挂科 对吧 一战成功 取得好成绩 这不就是一好彩头吗 得了 说一千到一万 说了这么多 反正我对猪 有我自己的理解 都是闲聊啊 今天是猪年 在这呢 祝各位 猪年行好运 猪年大吉